花了,将近10万参加了一个Pathom培议班 现在找不到工作了 决定彻底放弃干程序员了 准备去卖早餐去了 真是太惨了 太惨了 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有个哥们给我连麦的 说是他现在这种情况 刚才我说的是干早餐的人,就是说的是他 我一直在劝他就是 千万别,请你放弃干程序员 钱庭怎么说,花这么多钱呢,这么长时间呢 对吧 如果放弃的话,这钱和时间不都打水平了吗 他说他也不想放弃 但是找不到工作呀 根本就没有面试机会 而且他每天都得投简历,投了无数份简历了 就是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这是太惨了感觉 我跟他说的是 如果一直没有面试机会的话 大概里应该是简历写的有问题啊 你可以适当的在美花美花简历什么的 就是适当的就是夸张一点 他说他都把工作经验写了三年了 学历写成本科了,还是没有面试机会 说实话,我是有点同情他的经历了 就是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Penson培育班呢 我都纳闷了 而且花了天价的学费 你想想 到底是这种培育机构太坑人呢 还是这些这个学员太单纯呢 我感觉这两方面应该都有吧 在我以前的视频啊 就是多次都提到过就说 只会Penson的话很难找到工作 因为怎么说,市面上很少有招聘 Penson开发的这种公司 Penson呢只是一个脚本语言 是一个工具 他给我们常见的什么加法呀 什么C++也不是一回事 但是还是有无数个这样的学生啊 去花这么多钱去参加这种培训 我不太清楚这种培训机构是怎么对外宣传的啊 他们是用什么方法 能让这些学生啊就是 心甘情愿去掏这么多钱 去参加这种找不到工作的培训 听了这哥们说了我才知道啊 他要气死了你知道吧 其他的培训机构在前几年都已经取消了Penson培训了 就说白了 就是因为这种培训完了以后 这个学生就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但是呢他所在这种培训机构啊还得招人 还能举办这种培训班 这些事都是他参加培训班几个月以后 慢慢才知道的 所以说后悔也晚了 钱已经交了 不学也不行啊 不过他说了一个更搞笑的事啊就是 由于他们这个培训班出来的学生啊大部分都没找到工作 或者说是 已经找到工作的呢 他干的不是这个专业 前段时间的培训班呢他们老实在也从培训机构离职了 也开始找工作了 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呢 尴尬不 说到这俩我突然想到这个前一天张语峰呢 就是他这一篇新闻啊就是张语峰的营养力太大了嘛 不是 因为他在直播间经常说 普通家庭的孩子不要报这个专业 不要报那个专业 结果呢 今年的高考生的田志愿的时候 他们的做法就是惊人的一致 很多大学的一些专业就招不到人了招不够了 我们都知道啊 就张语峰只作为呢受这么多人欢迎嘛 主要是因为他在站在了普通家庭孩子的立场上去说话 让更多的普通人知道一些大学专业到底就业方向 这不正是每个孩子就是报考大学的时候最想知道的问题吗 你想想我们那个年代啊 就是别说有人指导了 连查都不知道去哪查 学校就给了我们一本这个报考大学的一个书 里面都是所有的大学大学名字还有这个商业的专业编码上的 你说这个对大学来说报那个学生报大学来说报专业来说有什么用啊 几乎每个人都是看专业的名字报的 根本就不知道报这个专业具体是干嘛的 更不知道这个大学这个这个专业毕业以后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 完全不知道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啊 当时我报大学的时候也是很迷茫的 就总共花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把这个专业也选好了就然后就报上去了 我跟你说说当时我选择专业的时候当时那种想法或者心态吧 大家别笑了一定要憋住 我选的是计算机科业技术 当时我的想法是 当时想法特别蠢啊就是我心里的想法是 计算机不就是咱们常说的那种计算器吗就是做加解成熟那种计算器吗不是 大学里可能是要学这种就是计算器这种想法的编程什么的 在我当时的认知里啊计算机就是计算器 电脑就是电脑 电脑和计算机不是一回事 搞强谱 当时我报纸专业还让我不是报纸大学的时候选六个专业啊我除了选这个就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外我还选择了 电气自动化 什么机械设计与自动化 什么图幕工程 其他几个专业我忘了啊就是 大家看着我报纸专业都应该能看出来就说 我选择专业的时候 就是想着 哪个专业的名字听起来比较高级我就选择哪个 就包含自动化这三个字我就觉得这个专业特别高级 是不是挺搞笑的 不过最后幸运的事 我被这个计算机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录取了就是现在的计算机系嘛 毕业了以后又赶上了互联网高速发展 我们班那个同学啊现在基本上就是混的都不算差吧都不错反正 说实话 这完全是误打误妆才进来的 其实 所有的事都是我真正上大学以后才知道的 原来我的专业的毕业了以后是学习电脑编程的 毕业以后是要进软件公司进互联网公司 甚至进行了游戏公司的 说的有点多了就是我说这件事的主要目的就是说 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 特别希望有一个人能给他指点一下 哪怕只说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个选择这个做这个选择以后 会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就行了 就是很多所谓的专家呀或者是过来的人嘛 他们经常会这样这个对后面的人说是 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去选择就是根据自己的真正的兴趣爱好去选专业吧 未来这个专业或者是要陪伴你几十年的 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很难坚持下来 其实这么说也没什么错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 一个高中生他在选专业的时候 如果连这个专业具体是干什么的 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都完全不了解 还谈什么感不感兴趣呀 对不对呀 说实话 就算知道这个专业具体是干嘛的 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到底感不感兴趣呀 毕竟都没经历过 怎么能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呢